下来之后我们就不采收了 海葵台风直扑台湾 台湾东部经过强风整晚肆虐 花莲文旦掉落一地 正值中秋前夕 农民很怕雨水再来 台东就连有承戒之王的肚脐肝 都已经套好袋 还是不敌台风威力 下个月就能采收的香蕉 整片果园都被吹得东倒西歪 除了树果掉落外 整棵树木更是直接倒塌 看在农民眼里实在好心疼 这十万啊 我们没做房台吗 台东盛产的世家 一样损失惨重 这边被凹到 这都没有用了 有些还没收成 有些还没套袋 还有正在授粉的 都一切都损失蛮重的 损失到底有多惨 农民不敢去估算 加上正在授粉的世家 因为碰上台风 预估明年元旦 采收量严重减少 同时海葵主要袭击的 南部重灾区 屏东木瓜掉落在地 直接裂成两半 海窥台风带来的强风大雨 让靠天吃饭的果农满事无奈 辛苦栽种的果树 坐在一夜之间 富足流水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